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直播 各位朋友,大家新年好 刚才我们通过了一个短片 了解了统万城这段历史 大夏国尽管是存在了24年的历史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是昙花一现 但是大夏国建造的这座统万城 是匈奴民族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唯一的都城遗子 现在我就在这座1600年的古城之中 和您聊聊五湖十六国的前程往事 今天我们荣幸的在这个直播间 请到了富丹大学历史学系徐冲教授 徐冲教授是北大的历史学博士 他研究的领域为魏晋南北朝的历史 撰有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 观音变书历史书写与魏晋精英的政治文化等专注 我们经常说学高为师 我今天就称你为徐老师吧 今天参加文化直播课的有很多历史文化爱好者 所以我今天先科普一下这个魏晋南北朝 就是徐老师这个研究的这个领域 魏晋南北朝它又称三国两进南北朝 是从公元的220年曹丕称帝 一直到公元的589年阳广南下 结束南北朝对峙的历史 历时369年的时间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的一个产物 此后我们都知道就诞生了有300多年的隋唐盛世 众所周知 统万城市十六国时期大夏皇帝赫连伯伯所建立的首都 从今天的遗址也能看出来 我们同行城的规模很大 这个整个的规模要9.55平方公里 当时建设这样的大城是不是说明赫连伯伯喜好滥用名利 是一个像秦始皇啦隋阳帝啦这样的暴君 而且呢大夏国政权也只存在了24年的时间 是不是也和他的统治方式过于残暴相关 大家好 这个很荣幸有机会在这样一个过年的时候 赵先生我的声音听得见吗 可以 清楚的是吧 很清楚 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在大年初六和大家聊一聊 这个统万城和维尼南美朝的历史啊 就像刚才这个赵先生所说的这个赫连伯伯在历史上这个 其实形象是不太好的 不过这个问题呢 我想其实也蛮有意思 就涉及到我们怎么认识这样一个历史的问题 一个历史人物的这样一个形象到底是怎样出现的 这个其实蛮有意思 统万城的规模很大 我相信大家刚才从放的视频短片 虽然我没有看到啊 但是我大概十几年前曾经去过这个我们静边的统万城遗址 对它的这个规模高大的城墙这样一个这个规制 其实留下着非常深的印象 特别是在这个毛巫苏沙地这样一个这种严酷的环境里面 当然了实际上这个在赫连伯伯的时代 1500多年前这个我们说同安城周边的这样一个环境是很好的 不是现在这样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沙漠化的景象 它这其实是经历一个中古以降吧 唐代以后经历了一个逐渐沙漠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但不管怎么说呢即使当时的条件很好 这个这个我们这个建设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城市 毫无疑问是需要这个耗费非常多的名利的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从如果从这样一个爱护名利 或者说从人民的视角本身来说 看待统治者的这些我们说这个特别 这个滥用不能说滥用吧 只有使用名利的行为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说 这些统治者都是相当这个残酷残暴 并不是体恤人民的 但是这个问题呢在于呢 这个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是这样子的 没有统治者不是这样子 所以并不是说赫连伯伯建设统安城 就才开创了一个这样一个特别这个残暴的模式 其实没有没有这个数 我们如果追溯到中华文明这个最早的 我们说这个王朝时代的 现在一般来说认为这个开端的 也就是这个二里头遗址的话 其实二里头这个一号弓箭遗址 那个其实就已经有 它是据学者统计我看过资料 它是建设在一个这个高的夯土台积上 这个整个台积就有这个1万多平方米 相当于1.4个族体厂那么大 这个建设起来其实就已经很费劲了 何况现在这个统安城的 但是统安城我们说它再规模大 你比起当时的长安来 还有以前的洛阳来 还有当时的这个叶城 那其实肯定还是比不上的 那我们怎么没说这个 当时这个汉唐盛世的皇帝们滥用名利呢 其实这个我们说修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宫殿和城墙 这个本身是古代王朝国家的一个十分常见的 我们说是应该说是国家性行为吧 这个可以理解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灭亡统安城的 就是灭掉消灭这个赫连夏的北魏太武帝托巴涛 我相信刚才的视频里面是不是应该也介绍了 对 就是最后赫连夏是被托巴涛所消灭的 然后托巴涛呢 我们知道这个他是都城是在平城嘛 所以他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这样一个将领 所以他是亲征统安城啊 所以把统安城打下来之后呢 他就在魏书的这个《铁服匈奴传》里面 这个就记载这个托巴涛看着同安城这高大的城墙 说了这个壮观的公事 说了这么一段话 说这么一个错而小国呀 如此滥用名利 怎么能不灭亡呢 这是记载魏书这个我们说正史里面的话 我们不知道托巴涛当时是不是这么说的 但其实他这么说说要想想啊 这个平城的规模不比同安城小 当时这个北魏平城甚至可能更大 因为这明显他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盛的 所以这个问题我还是要辩证地看 不是说为何连伯伯辩护啊 而是说他只是当时很正常的一位统治者 然后呢这个 但是史上里面确实记载了关于何连伯伯 很多很残暴的信息 我同样刚才没看视频这个短片 不知道有没有介绍他是如何残暴的 其实这个残暴的信息呢 蛀毛的工匠杀了 这个其实都是段子了 其实在中国古代自捍卫乙这样很常见的 这样一些黑料 它其实是一种模板了 我们说 这个具体何连伯伯的形象 在历史上之所以是这样子了 这个其实就涉及到我们怎么看待这样 我刚才说的这种历史形象的问题 其实很好玩 因为就是任何一个 我们现在站在我们现代人的立场上去 讨论一个古人的历史形象的时候 因为你没办法回去回去也不见得能获得怎样的信息 其实一定是站在一个历史技术的基础上 或者我说这是历史书写的基础 这样一个历史书写肯定只有两个方面的材料 一个是他自己书写的 一个是别人给他书写的 所以这是涉及到一个这样一个立场的问题了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认为 基本可以肯定 就是赫连下他自己是有自己的国书的 就是国史 虽然具体的状况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一定是有的 而且这个相关的资料应该是留下来 在赫连下灭亡之后 然后被整个的继承下来 所以在我们今天 今天关于赫连下的系统性的技术 其实基本是保存在三目数里面 一个是晋书的赫连伯伯载记 这个东晋西晋两晋的那个晋书 它是在唐朝修成的 但继承的其实是南朝的这样一个立场 或者说历史编撰成果 还有另外两本书 一个是卫书 就是北魏的那本证实 卫书 卫书里面有铁服刘虎传 这个也是主要技术的 从铁服部祖先刘虎开始 一直到赫连伯伯 赫连下灭亡的这样一个系统的技术 然后还有一个不是证实 而是但也是北魏时候人所修的 这个叫做十六国春秋 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十六国春秋 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到 它里面有几卷 就是以赫连下为中心的这个史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关于赫连下的这样一个系统性的技术 里面一些非常真实的材料 比如说某年某月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我们说大事年表记录 这个其实应该是来自于赫连下的 自己的这样一个过时的记录 这个应该是真的没问题 还有一种是赫连下的自我宣传 比如说我们统万成 现在在禁书赫连伯伯载记里面 留下了统万成名这样的一个 就是当时赫连伯伯 对对对 爱您说的很对 就是一个当时有名的文人 胡一舟观众的文人 就是赫连伯伯称计之后 他这个命手下的这个文士 做了一个很高明的颂词 你从这个颂词里面 其实你完全看不到 它是一个 你只能看到一个 很光辉伟大的形象 对不对 就像你看这个史记 看汉书 秦始皇是一个暴君 但是你看这个狼牙克时 秦始皇他们自己克的这个诗课 是怎么歌颂秦始皇的 那你一点看不出 这个暴君的形象 是一个非常仁爱 这个伟大 这个总之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君主 但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三种 关于赫连夏的这样历史技术里面 除了这两种基础的史料之外 它还增加了很多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描述 这个赫连伯伯残暴的这个材料 这个材料我想其实是来自于 这个北魏和这个南朝人的一个添油加速 这个之所以这样呢 是因为这赫连伯伯呀赫连夏呀 一方面他是这个和东晋南朝是一个敌对的关系 因为一会我们也会讲到 因为这个东晋末年这个流域北伐 把后勤给灭掉了 占领了关中 但随后呢 这个和联伯伯就发动大军南下 又把这个禁军给赶出了关中 还杀掉了好几位这个重要的将领 所以呢 这个对南朝来说 东晋流送这样一个系统的健康政权来说呢 和联伯伯肯定是一个 我们说负面的敌对性的存在 所以一定不能把它写得太好 那北魏和和联夏 我们一会也会讲到 其实更是这个世仇的关系 他们从这个西纪末年开始 就是缠斗了一直到最后太武帝托巴桃 灭和联夏 缠斗了一百年的时间 所以互相这个攻击得都很厉害 所以你看卫书铁库刘虎传呀 他把和联伯伯的名字都改了 改成叫和联曲邪 然后而且明确著名 他这个和联曲邪是一个悲下之意 就是这人特别这个下作 都不叫和联伯伯了 南朝至少还叫他这个名字 这个北魏就直接把人家名字又改了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知道 这个贺连下的这样一个 贺连勃勃的这样一个暴君的形象 其实一定是来自于他的敌对的方 不管是东西南朝一方 还是北魏一方的这样一个 我们说抹黑了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还想说 就是我们说大侠政权就存在了24年 说起来好像是一个短命而亡的 这样一个很不成功的王朝 其实呢 这是因为大家习惯了这个汉唐盛世 中国这个古代的王朝 这大一统王朝动不动就搞一个一百年以上 感觉这才是正常的这个政治体的存在形态 但其实就像以前这个复旦大学的 葛建雄老师这个曾经讲过的 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 其实同一时代这个和分裂的时间 差不多长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关注的这个 这个温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时期啊啊啊这个二十多年作为一个王朝来说 其实这个正常水平了 当然也有长达这个五十多年六十多年的啊流送啊 北魏时间比较长啊 销量 北魏他把平成时代算上的话呢就要一百多年了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少 大概就二十五年左右啊 其实跟赫连夏的水平差不多 还有一个呢就是赫连夏所在的 我们一般认为他十六国时期啊啊 就是南朝的世人这个 呃 刘宋的这个谢灵韵 他曾经在原家初年的时候写过一个上 劝罚上宋文帝啊 刘一龙劝罚河北书 他里面讲到一句话就很关键 他说五湖代数其事啊 代数其事 就是五湖这个五湖时代这个王朝呀 一代就不过是一世的时间 一世是什么意思呢 一世就是三十年 就是所以呢 那个时候五湖时代已经结束了 啊 五湖这一百年啊 这个每一代其实超不过三十年啊 这是当时的人们的一个这个基本的认识 所以赫连夏这样比较起来呢 其实赫连夏呃 当然并不是一个没有达到后来北魏的这样一个水平 也没有完成统一华北的这样一个伟业啊 也没有存在更长的时间啊 但是就在十六国或者整个威奈美朝时期来说的话 还算是一个正常水准吧 那只能这样讲 所以我想对他的很多这种黑料 我们还是要这个变成的看待 好的 徐老师刚才也说了很多知识点啊 就是我我首先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好多好多今天参加这个观众啊 他不是学历史的 这个徐老师说的这个赫连夏啊 其实就是大夏国 这是在学术界就是这样子讲的 然后又说了这个北周北齐啊 我这会给大家把这个解释一下 就说我们说南北朝 那么北朝是什么呢 北朝就是主要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 这几个朝代 那么南朝对应的是谁呢 就是宋齐良辰 宋呢就是刚才徐老师说的这个南宋 就是刘宇建立的这么个政权 这么说来啊 这个大夏国啊 在五湖十六国政权里面 也不算是特别差的啊 刚才徐老师说的啊 对 24年其实是一个中等水平 只是他最后被北魏灭掉了 就显得比较失败了 刚才我看有的朋友问说是 能不能介绍一下五湖十六国 这个五湖十六国啊 其实就是在 在我们学术界叫东晋十六国 准确的说 它是从公元304年 就是刘渊反晋开始 一直到公元439年 就是徐老师刚才说的这个 北魏托巴涛统一北方 历时了135年的时间 那么下来呢 就请徐老师给我们讲一下这个 这个大夏国啊 在十六国政权里面的一些情况 好的 这个问题说起来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辨析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 这个赫连下和十六国的关系啊 当然就是认识 涉及到我们怎么认识所谓的五十六国了 这个问题我们是要对十六国的概念 做一个辨析哦 就是今天我们对于五十六国呢 这个是作为一个很常见的 所谓的历史分歧了 对吧 就像刚才这个赵先生介绍的 是从西建永家之乱之后 到这个北魏统一华北之前 这样大概100年的时间里面 100年前后吧 在这个华北曾经存在过的 这样一个分裂的时期 但是又因为十六国的这样一个名称呢 就会让大家知道 这个100年这个时期呢 它又是一个所谓的分裂割据的时代 对吧 有这样一个印象 我们今天把它称之为五湖十六国 或者十六国时期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时间之内 曾经存在过的分裂政权是很多的 其实绝不止十六家 数一数能数出二十多家了 如果你再把标准放宽的话 那有些这个阿玛格也算进去 那就更多了啊 大的可能就是叫十六家 之所以叫十六国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这个明确的来源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过的北魏所修的这个十六国春秋 这样这是一部北魏时代所修的非常特殊体材的这样一个史书 然后有了十六国这个概念 然后呢用这样一个概念的名字 来指称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是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 就是我们今天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胡适六国一个常见的这样概念来指成这个时期 但是北魏时代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 在公元494年左右 这个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 在北魏洛阳时代 这个一个叫崔洪的人 是一个汉人 这个世人了 他修饰六国春秋的时候呀 其实他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了 他是一个站在北魏的立场上 从事的这样一个有历史编撰的成分 但是呢 他的立场是站在北魏正统的立场上 来对之前我们说一百年的时间进行回顾的这样一个立场 所以我们看十六国春秋他他挺有意思的 他之所以选择十六家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这十六 十六家呢 就是十六国呀 他本身是已经有自己的国书了 魏书里面说的很清楚 叫各有国书唯有统一 就是这个崔洪他其实没这么大本事 从零开始 他其实都是把已经存在的各个国家的这个国史 或者国书 又这个传一传 重新给改变一下 最后这个传承了这么一套十六国春秋 但是国书本身啊 他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自我进行这种正当化宣传的东西 这个崔洪呢 是站在北魏立场上 把他们放在一块 所以他就要把这个国书里面整体的 包括他背后的这个我们说 十六国政权的王朝都 从北魏的立场上 把他这样一个我们说这个贬低化 这个程度是有的 所以十六国春秋这个名字本身 大家其实看一看的话就会明白 其实把这个西晋末年勇家之乱以降到北魏之间这一百年华北曾经存在过的这么多政权 统一称之为十六国 这个本身 这个命名本身 其实就是一种贬斥对方的行为 因为在中国古代的王朝史书的这样一个技术里面 我们说这个国是一个对他正统地位的不承认 与之相对的概念是什么呢 是是或者代 也就是对应的是统一的王朝 即使你没有在事实上完成疆域的统一 但是如果你承认这个它是一个继承正统的关系的话 那么应该也称之为王朝或者代 大家这么听我说可能觉得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白 我再举一个例子 三国治 大家都三国治都很熟悉 就是三国一的那个三国治 对对对 陈硕写三国治 大家都知道是卫蜀无三家嘛 对吧 卫蜀无三家当时确实是分裂的呀 对吧 没有完成这个整个 没有一家完成统一 最后是西晋统一了全国 然后西晋时代修这个三国治 这个好像是 好像是一个用这个题材 好像是比较正常的 但实际上呢 我们说采用三国治 这样一个卫书 五书 无书和这个蜀书 三家这样一个病例的形式 来写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之间的这段历史 本身 就意味着西晋 对于这三个国的定位 三个政权的定位 都是分裂政权 都是非正统政权 而继承东汉政统的 按照这样一个写法来说的话 就是我西晋 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用三国这个词本身 用国这个词本身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同样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 修十六国春秋 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西晋的政统 从来没有被十六国中间的任何一国所继承过 我不承认你们的正统地位 西晋的正统地位是被谁继承的呢 是被我北魏继承 虽然这个时候距离西晋 这个灭亡已经100年了 但是这不妨啊 北魏说这个正统一直在我这边 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意识到 就是十六国这个概念 它其实是很有北魏立场的一个概念 那么如果抛弃这样 或者说剔除去掉北魏的这样一个自我的立场 我们这个比较客观的来看待 西晋永家之乱之后 到北魏统一华北之前的 这样100年的华北的这个分乱的历史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意识到 十六国这个概念 对其中的强者来说是非常的不公平 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张PPT 这个是我 我看一下 这个是我这个做了一张 这个大家看一下 能看见吗 可以 这个是我们对十六国的这样一个政权的 一个做的比较基本的分类 其实大家看看就知道 你说是十六国 说好像都是割居政权 其实这中间大不一样 我们粗略的可以把十六国政权分为两类 一种我把它称之为天下国家 什么叫天下国家 就是第一在地域上 它占据的是华北地区 汉进以来的复兴地带 核心地带 简单的说 其实就是关中和山东这样两个地方 这里的这个山东呢 当然指的不是今天的这样一个山东省这个范围 而是太行山以东 包括了今天的河北平原 甚至可以说是以河北平原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山东地区啊 关中当然就是以长安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关中平原了 在地域上 它占据了这个核心地区 然后呢 它的统治者自称的是皇帝和天子 在法统上也以接续之前的西晋王朝为己任 以这样一个标准来看的话 其实十六国政权里面 每几个政权能够符合这样一个标准 我们都完全可以把这个政权数出来 就是匈奴图戈刘氏建立的汉前兆 还有截刃时事建立的后兆 然后是底枪系的 以长安为中心的前秦 服侍和后秦遥市 然后是慕容市的 我们说来自辽东流域的 辽东的这个 这个先被慕容市建立的前阴和后阴 一共就这几个国家 那其他的政权呢 我把它称之为所谓的边缘政权 这个倒是符合十六国这个命名 对他的这样一个投射出来的历史的定位 就是第一 他从来没有占据过核心地区 都是割据于边缘区 然后统治者呢 或者就根本知道自己没有这个实力 就也不去称帝 然后他接受的是天下国家的册封 这个天下国家可能是东晋 也有可能是这个五湖天下国家 然后呢 或者他虽然是称帝啊 但是呢 他其实打不到中原区 他很大程度上 其实是原有的五湖天下国家的残余势力 比如说南烟 比如说北烟 就是后烟被灭掉之后 一小部分人跑回东北老家了 一小部分人跑到山东半岛去了 前烟被灭掉之后呢 有的像西烟这个势力 跑到这个山西去了 然后有些是这个其他的割据政策 所以我们对五湖十六国做这样一个区分之后 你就会意识到十六国这个概念 其实对边缘政权来说 无所谓 对天下国家来说 这真的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就伤害性不强 侮辱性极大 怎么能把自己和这旁边 在当时的时候 像他们称臣的这样一批边缘政权 一锅盾呢 那北魏的立场其实非常明显 就因为不承认你们的正统立场 同样的是刚才这个三国志的这个说法 大家就会明白 曹魏的人肯定非常生气 自己和鼠无猎在一块 但是没办法 历史是西近人的学 对吧 所以其实观察五湖十六国时代 或者观察整个十六国一百年的 这个历史脉络来说的话 其实夸张的说 我们可以把边缘政权排除掉 主要关注天下国家的这样一个脉络 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或者首先应该关注天下国家的脉络 从这个脉络来看呢 其实我们的这个历史线索是非常清晰的 最早匈奴刘氏 我们说领导了整个 推动了整个 主导了我们说对西近的洛阳政府的这样一个颠覆活动 但其后呢 就大致分别以关中地区和河北地区 也就是山东地区为核心 分别有前兆后兆 也就是匈奴的匈奴系的刘氏和杰氏氏和前秦 前燕他们形成了一段对峙时期 这是有底枪系的这个服饰和这个前燕慕容氏 然后呢又是后勤和后燕这样一个对峙时期 为什么分这么三段呢 之所以分这么三段啊 其实是因为在曾经的 其中的两度曾经短暂实现过华北的统一 就是后兆失户曾经灭掉了前兆 我们说这个完成了华北统一 对吧 然后前秦的福坚 大家都很知道 它灭掉了前燕 然后完成了一个更大规模上的大一统 然后对东京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之后 但是非裂之战失败之后 又分裂成了这个后勤和后引 其实这样一个脉络 我们看十六国来说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纷扰的历史 其实他们都是在原来的汉境国家的核心地带 重新建立的王朝 那么这样一些重新建立的王朝本身 我们说他的这样一个建立者 这个后来的人把他称之为五湖 好像都是这个所谓的湖人 某种人来说确实是这样的 就像大家这里看到的 他的所谓的民族划分 有匈奴 抵枪 宪卑 这个杰 被称之为所谓的五湖 其实五湖也是一个健康政权 对他们的这个灭称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这个强调这样一点 就是五湖不是一个这个外部入侵的 所谓的野蛮人 不是西近勇家之乱的时候 才侵入到华夏境内的 这样一个外部的游牧民族 五湖人群在西近勇家之乱的时候 其实你要算他们进入到 这个我们说华夏帝国的内部 已经非常长时间了 比如说南匈奴入赛是什么时候呢 南匈奴入赛是在东汉初年 东汉初年之后 他们入赛之后就一直跟这个东汉王朝 我们说这个勾结在一起 然后去打北匈奴 这个底枪 我们其实无法追溯 这个服饰和摇饰所在的底枪人群 具体是在什么时候迁入关中地区的 但实际上呢 我们说从东汉持续百年枪乱开始 是把打量的枪人往这个关中牵的 所以东汉有西枪和东枪这个的区分 所谓的东枪就是在活动在关中地区的这样一个枪人 其实他们不是自己跑过来 都是被东汉政府从这个我们说西北 更西边的陆西一带 有迁入到这个东北地区的 所以到了西近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有这个很有名的话 中心课本上也学过的这个喜荣论对吧 西近江统在勇家之乱之前 发的这个喜荣论 说这个非我族类齐心必义 关中之人抵枪居办 然后非我族类齐心必义 说的是当时这个关中的民族形势 就已经这个抵枪人很多了 问题在于这些抵枪人不是自己跑过来的 他们都是被这个东汉政府和这个魏晋政府 强制迁到这个关内来便于控制的这样一个内容 慕容是入赛稍微晚一点 但他们也是应该说是魏晋政权 征服东北的公送医院政权的过程中 然后作为魏晋政权的盟友 然后进入赛内 然后获得军事酬劳 然后逐渐安顿在辽东辽西 然后在东汉末年的大乱之中 获得了这样一个崛起的机会 所以到西近末年的时候 这些我们说五湖人群 其实都是已经在华夏王朝郡县地带 农业地带 儒教地带 我们说王朝统治的地带 生活了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以上的这样一些 我们说你可以把它称之为湖 因为他们和当时的这个魏晋王朝的核心统治者 魏晋明士们确实不一样 甚至可以说在魏晋国家中他们就是边缘人群 但是边缘人群也是人呢 对吧我们不能说一提及魏晋国家来就说这个 就是魏晋明士 魏晋国家有一整套完整的 我们说这个文明的整体 既包括魏晋明士这样一些 你看上去这个很文明的东西 但也包括对各种各样的边缘人群 从被统治的郡县民农民一般的平民 到我们说像五湖人群这样子 在国家之中的这样一个一民族的这个人群 只不过呢他们在魏晋的秩序里面 是居于一个底层居一个边缘 但是后来西晋照不住了 对吧我们在八王之乱之后 因为有八王之乱这样一个机缘 然后永家之乱之后整个他们翻到了上面 成为了新的这个时代的华北的统治者 但是他们成为统治者之后呢 建立了这样一个所谓的五湖国家 我们这里强调这是五湖天下国家 我们会看到这些五湖国家 其实跟魏晋国家在这样一个程度上是没有区别 就是他们立国的这样一个我们说整体的我们说政治结构 地缘结构和传统的汉晋国家没有区别 简单的说象征性的表现在他们的首都都还定在关中山东 也就是或者是定夺于长安 或者定夺于河北平原的湘国中山或者叶城 这样一个汉晋国家传统的复兴地区 这个地区这样一个地区的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是王朝的郡县传统郡县地带生存了大量的郡县民 习惯了郡县的统治 第二他们是传统的农业区 第三有大量的儒教官僚可以为这个王朝提供相关的服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除了统治者的核心层 我们说最统治的精英层 其实相比魏晋来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切换之外 我们说整个五湖时代这100年的五湖天下国家 其实跟之前的魏晋时代来说呢 你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延续了 这是我的对这个五湖国家的这样一个定位 抱抱歉 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再来看赫连夏来说的话 你就会觉得赫连夏 我这里放了一个地图 大家可以很清晰地看一看赫连夏和石榴国 还有北魏和石榴国这样一个关系 这里面大家看南方红的 这就是当时的刘宋 然后绿的就是赫连夏 黄的就是北魏 赫连夏的都城就是我们今天主播地所在的铜万城 大家看到是在陕北 它是位于陕西北部陕北和二尔多斯高原南园交界的 这样一个无定河畔 当时是我们说游牧条件非常优秀的这样的地方 然后北魏那边的蓝猩猩就是北魏所在平城了 就是今天山西最北部的大铜 山西的大铜 对对对对然后两个白猩猩 一个铜万城下面这个白猩猩大家就是一看就知道 这就是长安 长安对对 然后平城下面这个白猩猩就是夜城 简单的说 河北地区今天的安阳附近 安阳和邯郸附近 然后他上面还有中山 就是今天的这个正定 这个这个没关系 总之就可以表示的是 我们这个地图表示的 就是两个白猩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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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包含了两部分 既包括这样一个陕北和 这个河套地区的这个游牧区 又包括越过陵北山地之后 进入到我们说关中的这样一个 传统的关中复兴区 也就是说他把 其实他的统治疆域 跟五湖时代西边的 这个五湖国天下国家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是 他没有把都城定在长安 虽然他征服了长安 这个军事上不存在障碍 消灭了盘踞于长安的 这样一个其他的政权 但是呢 史料里面有记载 当时群臣劝赫连伯伯渡长安 赫连伯伯说 哎呦我不能待在长安 为什么呢 说我待在长安呀 我这个北京 他当时把统万称为北京 我北京啊 离这个这个北魏平城太近了 我要待在长安的话 这个统万很快就被 就被这个这个北魏给打下了 所以我必须回统万 北魏那边也一样 北魏那边在说 为什么不能迁都这个河北的时候 也是说 这个平城啊 是受到这个赫连下的威胁 他还受到两个威胁 一个是赫连下的威胁 一个是他上面 从平城向北 在阴山一带 再往北边的这个柔软 就是更加的蒙古草原上的 这样一个游牧政权的威胁 所以他说我也不能放弃平城 这是一个军事防御的角度 其实更根本的角度来说 我们说其实是因为 他们最自身的定位 和五湖天下国家是不一样的 那同样呢 我们说 那你他如果定都统万的话 你可以把它视之为一个 16国里面的这种边缘政权吗 显然也不是 赫连下对此的定位是很高的 赫连伯伯先是称 大厦天子 大厦 大餐鱼 先是称大餐鱼 然后后来攻占长安之后 然后又称皇帝 他明确的是称皇帝 他绝不承认其他这个 五湖国家的这样一个法统 所以呢 其实是一个 如果与五湖国家相比来的话 他既不像五湖的正统王朝 也不像五湖的边缘王朝 而把都城放在 统万这样一个 统万城这样一个 在当时来说 是所谓的农牧交界地带 这个其实是在 而同时统治的 关中地区 这样一个汉奸以来的 我们说所谓的 这个王朝核心地带 这个在 我们说应该说 从战国时代 华夏世界成型 然后游牧帝国和农耕帝国 这样一个基本分野 我们说出现之后的 这样一个长期的历史里面 其实是从来没有过的 你要么像匈奴一样 对吧 这个都城是在草原上 要么是像这个汉魏晋一样 都城是在这个长安或者洛阳 从来没有一个 而这个统万城或者平城所在的 这样一个农牧分界线地区 这是属于农耕帝国和游牧帝国 之间交界的这样一个 我们说你可以说是这个混合区了 有时候是边界 有时候是他们统治的一个边境 有时候是冲突的地方 但从来不可能成为一个 王朝的核心区 但是呢 贺连夏就是把这个地方作为首都 这个地方就是他的核心区 同样北魏也是 北魏也把平城作为他的核心区 而且我们知道 后来北魏把贺连夏灭掉了 统一了华北 其他所有的各级政权都灭掉了 也就是说他在华北 已经没有其他对手了 这个时候呢 他还是把他的都城 放回了山西北部大同平城的这个地方 我们说这个其实是很说明问题 其实我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说就是贺连夏 虽然被北魏书写成了十六国的一员 但是他本质上 其实跟北魏是一样的 跟他相似的 不是十六国之中的任何一种 而是消灭他的托拔魏 所以是贺连夏和托拔魏 共同扮演了十六国时代的 这样一个终结者的角色 这个定位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哎 抱歉啊 我接受贡献了 好的 徐老师这个观点非常新颖 我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本书 叫《草与河》 说中华四千年文明的融合 草的世界就是少数民族 那河的世界就是中原王朝 其实就是分分合合 五活应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就是拥挠鲜卑解底腔 就像您刚才说的 实际上他在西汉末年 东汉的时候已经跟我们中原汉人 已经生活在一起了 包括我们熟悉的这个男匈奴的 这个霍汉也参与 娶了汉朝的公主王朝军 才有了那个朝军初赛的那个故事 所以原来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说是 五胡乱华 其实你现在想想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那么徐老师您刚才说了 这个我刚才看了 就是说是分析这个铁肤匈奴和托巴先碑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民族 或者说两个政权应该来说是 叫我原来说是相爱相杀的 因为我们在统安城的历史的研究中 我们发现刘伯伯就是贺连伯伯 原来叫刘伯伯 他为什么跟托巴先碑有世仇呢 是因为他小时候托巴先碑 这个把他的这个他父亲叫刘伟臣 把他这个铁肤匈奴全部就是全部都杀了 就是他10岁的 他然后就跑到这个后勤这个姚兴那去 姚兴都留他了 那么这两个政权的面貌 您刚才说了也非常的相似 就是说大夏和北魏都是这个 实际上都是民族融合的一个见证 那么一个是托巴先碑民族 一个是铁肤匈奴民族 您能不能再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两个政权 好的 这个其实挺好玩的 就是我们刚才首先是把这个大夏赫连夏 从十六国之中剥离出来了 然后确认他和北魏 其实是这种 我们说虽然是世仇 但其实是兄弟的这种关系 现在一般把它说成是托巴先碑和铁肤匈奴 一个是先碑族建立的 一个是铁肤匈奴族建立的 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有点误导 就好像两个很不一样 但其实这两个在史料里面 其实你是看不到托巴先碑和铁肤匈奴 这样一个名字的 我们看到都是托巴布或者铁肤布 这样一个说法 对 所以所谓的先碑和匈奴 在当时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你可以说是一种托巴布和铁肤布的 他们的自我身份的宣传 北魏我们说统一华北之后 基本上就希望自己垄断铁肤的这样一个称号 所以在魏晋时代 其实我们说到铁肤的时候是范围很广 有西部铁肤 有中部铁肤 还有东部铁肤 比如说东部的慕容士 还有东部的宇文士 这个都很明确的被魏晋时代人们称之为铁肤了 但是你看在魏书时代 在北魏时代对于这个宇文士就说他们是匈奴 然后说慕容士就说他们是图和 不让他们叫贤卑 只能我叫贤卑 所以贤卑在当时也是一种很光荣的身份 同样铁肤布 贺连夏也是这样子 铁肤贺连夏的 就是我们说像你刚才说的刘伯伯 他为什么姓刘 其实因为他身上确实是来自于男匈奴的黄金家族 就是男蝉鱼家族 这个是确定的 但是他并不是说这个男匈奴的 男匈奴整个就跟着他一起就跑到草原上 其实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行动了 他的来源是在西晋末年的时候 不是西晋末年 应该是西晋盛世的时候 晋武帝司马延 太史十年还是哪一年 我忘记了 司马延时代太史年间 当时匈奴北部帅刘刘猛 一个叫刘猛的人 他大概和南山瑜家族是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判出赛 带着一部分部众跑出去的 但是一部分部众后来就被消灭掉了 一部分跟着近人又回去了 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人 在铁服留苦的这样一个 我们说带领之下 逐渐在赛外立足 然后凝结成了铁服无故 这个我给大家看一张 我做的这个PPT的地图 大家就知道 其实拓跋和铁服 他们这个 我共享一下 大家看 我画的这个地图 我要说明一下版权来源 这个是来自于 日本东京大学的 左川英志老师 他写的一篇论文里面的 画的一个北魏六镇图 但是虽然是北魏时代六镇的图 但是我觉得它可以非常清晰简单明了的显示出 从西晋末年以来 一直到北魏时代 在整个戴北阴山一带的这样一个地理环境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环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游牧民族生息 但同时又和南方的这样一个 我们说这个王朝政权 有非常密切关系的这样一个地点 大家看到这个西北方向就是阴山的方向 然后阴山平行的这个是所谓的末南草原 对吧我们知道 内蒙古的中部 然后西边是黄河 然后越过黄河就是赫典夏所在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朔方地区 然后北魏的平城 就是今天的大同 这个就在这样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雷水 雷水这个流域 然后再往东边走 就是由太行山所隔出来的 在山西的西部的太行山所隔出来的 这样一个狭长的边境地带 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就是黄河 太行山 阴山 草原 然后还有南部的沟珠镜 所切割成的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 大的地理环境里面 拓拔生息着各种各样的 我们说你都说不清它到底是来自于凶路呢 还是来自鲜卑呢 其实无所谓 因为当时的在草原上生息的人们 也并不对自己是什么身份而在意 但是他们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部落和政治体 其中在西基末年崛起的两个 就一个是铁福部 一个是拓拔部 相对来说铁福部的位置 其实比拓拔部还要更加的靠近这个戴北地区 最早的活动期限 其实可以说铁福部是活动于这个 我们说这个戴北地区 而拓拔部更多的还活动于这个北边的云中圣乐一带 更靠近阴山一带 但是在西近末年的这样一个政治斗争中呢 这个我们说铁福部对这个西近的宾州刺史刘渊 形成了敌对关系 然后刘渊联合他更北边的 我们说这叫这个远郊进攻了 就是联合更北边的拓拔部 然后一起夹击铁福 所以铁福刘虎呢 我这里大家看我这个年表的右边画的 就是310年铁福刘虎西渡黄河 他就被迫离开了戴北 跑到黄河去了 跑到黄河 硕方去了 也就是我们统湾城这边 但他在硕方呢 我们说实际上那边的那个自然资源条件也是非常好的 也有很多的这种部落的升息 所以他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势力 在河西的这种重要的势力 但是戴北的这个银山草原一带 包括平成在内的这样一个漠南草原 其实就让给了拓拔部来进行这个发展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在这样一个代国时代 从310年到376年 前情福间发兵灭袋的这样一个50年间 其实是拓拔部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代铁福部和拓拔部实际上是一个臣服的关系 他向拓拔部相当于称臣 然后同时双方也有这种联姻关系 但是到了376年形势大变 这个标志性的形势就是前情福间发兵灭袋 福间在统一华北之后 认为草原上的秩序也必须掌控在内 然后这个时候那之前草原上的王者 拓拔先碑拓拔部 也是拓拔十一件的袋国 拓拔代就成为了前情的目标 然后在前情北进消灭拓拔部的过程中 铁福部铁福刘卫成 及时的站了出来扮演了带路党的角色 联合秦军一起把拓拔代给消灭掉了 然后拓拔代灭国之后 他的原有的统治范围就被铁福刘卫成 和独孤部的刘库仁分了 他们两个都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大体是这样一个关系 由此拓拔部和铁福部才成为了世仇的关系 这里面的关键人物是前情皇帝福监 但是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拓拔龟 后来的北魏的我们说创业之主 建国者拓拔龟 道武帝拓拔龟 他很幸运 具体的过程有所争议 但很可能只有五岁 然后就跟着妈妈辗转贺兰部 独孤部 贺兰部是他妈妈出生的这样一个部族了 总之过了一段苦日子 后来终于迎来了转机 转机就是383年的肥水之战 肥水之战之后前情迅速崩溃 然后三年之后 拓拔龟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只有15岁了 在厚烟国主慕容锤的支持之下 回到草原复国 厚烟也不是为了特别喜欢拓拔龟 他只是找了一个代理人 希望他能够恢复草原的势力 实际上当时拓拔龟的慕容锤的这样一个竞争者 是西魏慕容勇 他也送了一位拓拔王子 好像是拓拔龟的哥哥回草原 这双方是竞争关系 竞争的结果是后烟慕容锤把西魏慕容勇给灭了 然后拓拔龟把他的哥哥给灭了 所以他们这方取得了胜利 然后拓拔龟就继带王位 后来花了大概五年的时间统一这个漠南草原 重回恢复拓拔龟的势力 然后在恢复拓拔龟的势力之后 他的第一件大事 其实就是复仇 就是渡国黄河 391年 击灭渡国黄河 击灭刘薇臣部 由此成长为殷山核桃剑的 这个我们说最大的势力 所以这是拓拔龟的这样一个人生 他这个人生 其实大家会看到 他其实承接了自西洁末年以来 拓拔龟和铁服部的这样一个复杂的 纠缠的我们说世仇的关系 但这个关系还没完 我们说还没完 其实这里呢 他去消灭刘薇臣部 又露了一个人 就像当年这个福建灭带 这个他幸存了一样 这个刘薇臣这边父子宗族五千余人都被图阿威杀了 但是只有一个人 就是他的小儿子刘伯国 跑掉了 具体怎么跑掉的 其实这个没有明确的记载 是当时就跑掉 还是当时在别的地方 这个不知道 我想很可能还是跑掉的 跑掉之后 后来成就了他的一番事业 这个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会看到 就是托巴龟 不只是托巴布和铁肤匈奴 他们是一个 我们说这个相似的面貌 然后在这样一个互为纠缠的历史过程中 逐渐的互相的 我们说 逐渐的发展起来 就是托巴龟自己和刘伯伯自己 这样两个 我们说 就是北魏 托巴魏和赫连夏的 这个建国之主 他们的人生轨迹非常相似的 我这个开玩笑 我把他们称之为王子复仇纪 对王子复仇纪 起了个名字 当然大家 这是一个噱头了 王子复仇纪 大家都知道是哈姆雷特的那个 最早的一个翻译的名字 我们这里就借用这个名字 这个哈姆雷特的情节没关系 我们对王子复仇纪的这样一个情节的 这样一个大致的要素是什么呢 大家会看到 第一是王子嘛 对吧 出身高贵 这个托巴龟和赫连伯伯 他们都是尽管只是部落的王子 但其实也已经不知道有几千头羊了 也算是出身高贵吧 对吧 然后呢 他们在少年时代都遭遇了灭国之灾 甚至很可能是童年时代 国家破灭 但幸运逃脱 后来呢 在一个外部势力 我这里说是外国势力了 可能是外部势力好了 志士下长大成人 后来成功复国 然后复国之后呢 却反噬曾经帮助自己的外国势力 大家看这样一个王子复仇纪的 这样一个模板来说的话 其实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个模板 应该是成吉思汉铁木珍 对 铁木珍的这个历程跟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 我们这个看中古版的王子复仇纪来说的话 就是托巴龟的 托巴龟的这样一个人生道路 和大夏皇帝赫连伯伯的人生道路 跟这个也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王子复仇纪的双螺旋 为什么不是这个平行线而是双螺旋呢 是因为它两个大概差了20年的时间 就是托巴龟先走了这条路 然后呢 克莲伯伯走的路和托巴龟这个路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托巴龟 托巴龟刚才我们看到他这个单身 这个灭国之后 后来辗转 一个很流离的童年 后来在厚焉的支持下灭国 后来先消灭了刘魏晨部 然后之后呢 他就把矛头指向了厚焉 就是慕容锤 现在是在395年的三合被制传之中 大破厚焉军 两年之后在厚焉皇帝慕容锤死后 又攻克了焉都中山 然后迁都平成成帝 可以一直到409年托巴龟死 我们说这20年应该说都可以说是托巴龟的时代 赫连伯伯比他这个晚了 有10到20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赫连伯伯刚才也是单击逃亡呀 跑掉之后呢 他是被后勤的摇星 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五湖十六国的 五湖王朝天下国家的这种西半边 就是以关中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最后一个五湖王朝 就是后勤的摇星 他把刘伯伯送回了书房 也是指望他回去当代理人的 结果几年之后 刘伯伯就在那边建立大厦 成大蝉鱼 实际上就独立了 独立之后 413年定都统万改姓赫连 然后之后呢 在417年摇星死后 也是开始不断的向后勤征伐 从407年到417年 十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说他最后终于对后勤的实力大为损耗 一直到417年 流域北伐之后 灭后勤之后 最后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过的 很轻松的就把下军攻克 就把禁军赶出了关中 然后成帝成为了赫连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拓跋部和铁服部的这样一个相似 更象征性的表现在 这个北魏和赫连下的君主 也走了两个这种相似的路 我把它称之为王子复仇记 也就意味着他们和五湖国家 五湖天下国家 后烟 慕容锤和后勤 姚兴 其实有着非常相似的政治关系 我们这里把它称之为 是王子复仇记 如果简单从他们的经历来看的话 这就不是复仇了 实际上是一种备恩了 对不对 他们本来其实是应该有 这个慕容锤和姚兴 都是有恩于托巴龟和刘伯伯的 结果后来他们反而对自己的恩人 恩将仇报 好像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这样 但是反过来说 我们说姚兴和慕容锤 把他们送回去 也不是说就为了他们好 对吧 其实这是自汉晋时代以来 我们说中原王朝 在草原民族的这样一个 政治势力的操控中 无数次上演过的 这样一个培植代理人的 这样一个战争的需求 只不过现在这个游戏玩不下去了 托巴龟和刘伯伯 打破了这个游戏规则 然后由此再消灭了 后勤和后燕之后 把中国北方带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象征性的表现在 就是两个王朝的都城 都是放在农牧哲线的平城和统万 好 我这里就先讲这些 好的 徐老师 刚才又两张图表 说了这个托巴龟和赫连伯伯成长经历的相似之处 我是搞财务出身的 我刚才提炼了就是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公元391年 在这时候是托巴龟把刘伟成这个家族5000多人杀了 然后就从这时候开始托巴鲜卑和赫连 就是刘伯伯就有了这个世仇 这是一个时间点 第二个时间点就是公元的417年 公元的417年是这个刘豫攻克长安灭掉了后勤 这个姚兴也是在这一年这个去世 那么就按照这个逻辑点来说 应该来说是灭掉后勤的是刘豫 我看徐老师刚才说的这个 说是后勤的终结者是大夏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徐老师 好 这个确实 灭掉后勤的是刘豫这个没问题了 就是我们说在这个事实上 消灭后勤政权 然后这个把后勤的功克长安城 然后把后勤的末代皇帝姚洪 抓到健康去 在健康这个当众斩首 这个显示东晋的这样一个 我们说功绩来说的话 这个是刘豫这个是没有问题 然后刘豫呢 实际上我们说 看一看 好 我们再共享一段材料 刘豫的这个 这个在东晋末年的这个武功是很厉害的 他不止消灭了 消灭了这个后勤 后勤是他的最后一个 最大的 就是我们说挑战 他前面其实是南征北战搞了好多 最后这个 终于完成了自身的这样一个权力基础的建设 最后成功完成了对东晋的取代 成功建立了刘宋 那我们不考虑他对内的征战 他对外来说的话 在1712年 大家看这个年表上面 1712年之前 还有第一次北伐 就是175年 北伐南淹破广固城 其慕容超 其实他是北伐了两次 广固就是在今天的这个 山东半岛 山东地区 不是山东半岛了 山东地区 然后这个南淹政权 两个不仅是后勤 两个五户政权 南淹后勤都是他消灭的 所以他在当时的形象 威望 以及在后来的历史上 有一个种历史机缘 而得到的这样一个地位 其实是很高的 这个我这里还放了一首 星期集的这个 勇于乐 金口北固庭淮谷 这个是千古明天了 对吧 这两天大家都在背满江红 这个其实形式是差不多的 星期集说 千古江山 英雄无觅 孙众谋畜 对吧 武谢歌台 风流总被 这个一打风吹去 他斜阳草树 寻常相末 人道继奴曾住 他这样说 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为他是在金口北固庭 这就是流域出生的地方 所以说想当年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那之所以说 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指的就是流域这样两次 对北方五湖政权的 这个军事胜利 所以他对比的就是 后来的元家曹操 这个赢得风狼俱续 赢得仓皇北固 当然更对应的是 他自己现实所在的 这样一个 这个金康尺之后的 这样一个历史 这个流域有很强的政治才能 有很强的军事才能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说 就是后勤的 后勤的这样一个终结者 并不是流域 而实际上应该是赫林伯伯呢 就是因为流域面对的这个后勤 不是一个完整的后勤 我们看从407年赫林伯伯建大厦之后 然后一直到417年流域北伐 这中间有10年的时间 后林伯伯不断的南向 亲蚕食这个后勤的 我们说北方的领土 所谓的领北之地 就是关中以北的 从毛苏沙地向南 然后到关中以北的这样一个地区 不断的一个一个的重镇拿下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不仅仅是地盘被蚕食 更重要的是后勤的有生力量 他的精锐军队不断的被赫林伯伯所消灭 所以实力大解 一直到417年流域北伐的时候 其实赫林伯伯就待在长安的北边 动着 所以后勤当时呢 其实是处于一个 被东晋和赫林下南北加工的 这样一个态势里面 所以这个最后被灭掉 我们说这个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刘毅是一定要把后勤灭掉的 但是呢我们又要说 他灭的这个后勤呢 其实有水分 假设后勤 我们看这样一个地图 就是表示后勤和后勤的 这样一个当时的这样一个领土了 最早的这样一个完整领土 假设是后勤 以这样一个完整的举国之力 来对抗刘毅来说的话 刘毅能不能取得这样成功 其实我个人是很怀疑的 同样的 刘毅去北伐这个南烟 这个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也是一个简陋了 就像我们刚才有说的 南烟并不是慕容烟的本体 对吧 慕容烟在菲瑞士战之后复国 他的本体是后烟 他的整体的 华北的这样一个 河北的精华地区 全部尽在掌握之内 刘毅区北伐后烟 几乎可以肯定 大概率不会像灭掉南烟那样轻松 大概是不会成功的 甚至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去选择北伐后烟 但是问题在于呢 后烟已经被北围灭掉了 南烟只不过是后烟的残余势力 逃过黄河之后 在青崎地区 山东地区 立足的这样一个 我们说这个残余政权 所以他最早就选择了去灭南烟 就都知道柿子剪软的捏 其实是一个很鸡贼的行为 灭后勤其实也有这个 那我们其实可以举一个对比性的因素 就是50年前 东晋的东晋中期的全城 桓温也曾经试图通过北伐改朝换代 通过北伐来累积自己的声望 来实现改朝换代 他当时也是先去 他当时和刘一是反过来的 他先去北伐的前情 先把洛阳打下来 然后又去北伐前情 但他不会把前情灭掉 就打到关中去 打得离长安城很近了 也没把长安打下来 但是取得了一场军事上的大胜 觉得就够了 就撤回来了 其实他知道 其实东晋是没法灭掉前情 然后之后他就又去打后燕 认为在打后燕之后 就能够回来 以这样一个累积的军事胜利 来为自己善让登上台阶了 其实他都根本没有灭掉 后燕的计划了 只不过想取得一场军事胜利而已 结果在方投遭遇大败 所谓的方投之败 明石顿解 然后导致他最后 我们就叫做功亏于愧 临门一脚 最后结果被东京内部的势力 联合阻击 让他郁郁而终 没有完成善良的大业 其实从我这里换一个地图 我们知道前情前言 这就是华文面对的形式 就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 你去惠民 你会看到 在我们说所谓的五湖王朝国家 五湖天下国家 和东晋的对峙之中 其实东晋一直是居于首饰的 当五湖国家 把他的政治中心 放在关中 放在河北 然后团结整个华北的力量 来和长江流域的 这样一个健康政权 来作战的时候 其实这健康政权 一直是处于首饰的 所以五湖和东晋的 我们说分界线 一直被压在了江淮一线 是这个地方 对 所以刘豫如果面对着这个形式的话 我们可以打赌 我们可以打赌 他绝对不会取得 像他灭后勤和灭后燕 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这个军事成就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说后勤的终结者 确实应该说 是像前燕的后燕的终结者 是托巴威一样 后勤的终结者 其实应该也是赫连下 刘豫只不过过来 打了一瓢酱油了 他这个灭掉后勤之后 他也守不住关中 不到一年之后 赫连下就把禁军赶出了关中 然后占领了稳定占据的关中地区 有非常长的时间 好 对老师刚才用这些图表 给我们详细的说了这么一段历史 那就是说是 一方面就是刘宇 是一个打仗非常勇猛的一个将军 另一方面 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一个人 您看您刚才说的 第一次北伐 410年灭掉了南烟 第二次北伐克服关中 那么刚才咱们又说了这个 就是这个事情 实际上是赫连伯伯 就是刘伯伯已经把后勤 已经蚕食了10年 我再把这段历史 简单的用三句话来总结一下 第一句话是391年的时候 刘伯伯10岁的时候 逃到了后勤摇兴这 被高平公墨一羽 把他收留了 然后到407年的时候 就是他到20多岁的时候 这时候刘伯伯已经成为一个 雄姿英爽的一个少年才俊 当然他的岳父也服侍他 姚欣也很欣赏他 但是他在公元407年的时候 背叛了姚欣 这是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 从背叛姚欣的一个标志 就是他自己建立了一个大下坡 那么到417年的时候 就是时间推移了10年时间 刘伯伯刚才说客服关中的时候 把后勤彻底灭掉了 实际上从407到417年 一直在北方的时候 是刘伯伯在和后勤在打仗 而且刘伯伯这个人 我看史书里面写的是特别的聪明 当时417年的时候 刘伯把关中攻破以后 很多人建议说他 那咱能不能去打下场 他说这时候刘伯 这个意思说军事才能非常高 咱强攻肯定不行 后来刘伯因为东京大乱 刘伯418年回到健康城的时候 刚好这时候长安城空区 刘伯他的儿子刘伯伯在守这个长安 然后这时候 也有人说 当时一个谋事给他出主 这时候他就是从我们秦之道 从陕北这个地方 直接就踏到了长安 直接空区了 咱今天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徐老师您看 我在最后问您一个问题 还是说咱们就这会儿 时间就差不多了 结束 我看很多的观众还问题比较多呢 我最后再稍微把我 最后一页PPT讲一下 因为我感觉这个对于我们理解 当时南美朝的形势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的 徐老师 好的 我再花五分钟的时间 好的 所以从刚才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很大程度上 我看一下 大家再来看这张地图 我们刚才说 刘豫能灭掉后勤 能灭掉后音 其实是拜托巴龟和和联伯伯之次 同样 他其实是要感谢这两个人的 同样 其实刘宋立国之后 我们说 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一个 和东晋十六国时代 非常不同的立国形式来说的话 其实也是需要和北魏和和联夏 我们开玩笑说 也是要感谢北魏和和联夏 就是大家看刘宋和十六国的地图 就是五湖十六国和东晋的 这样一个南北分界线 就是东晋政权的北晋是在江湖一带 但是刘宋政权的北晋跑到哪里去了呢 跑到了黄河一线去了 这就是刘豫北伐的功绩 刘豫北伐把刘宋 也就是健康政权的 这样一个北方边境 一直推进到了黄河一带 几乎在一定程度上 虽然洛阳和长安都还在 我们说北方政权的手里 但是这样一个把山东和淮河流域 全部收入健康政权的 这样一个统治范围之下 我们说这其实是一个勇家之乱 也就是我们说 这个东晋政权成立以来 一百年来 从未实现过的伪业 所以流域以一个低等世俗的身份 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建立 这样一个我们说新的王权 其实和这样一个关系 它的这样一个军事上的成就是很大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说 健康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 这样黄河一线的这个北境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这个北方政权的首都已经 就像我们刚才所强调的 不在关中 不在河北了 而是跑到了更北方的 统万和平城去 所以这个时候 黄河一线 其实就变成了缓冲区了 假设还是原来的 这样一个五湖时代 我们说都城放在长安 和都城放在这个叶城 中山一带的时候 假设健康政权的 这个北方的边境线 推进到了黄河一带 这个对五湖国家来说 这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就是绝对要拼了命 也要向南打 把这个边境线 再压回到淮河一带的 因为这是保证 自己的首都和核心区 这个最安全的 这个基本的保证 但是你首都在平城 和统万城来说的话 其实你边境线 在这个黄河一带 这个是无所谓的 然后我们说北魏和赫林霞 自身的定位 对自己的定位呢 其实又是一个兼有草原世界 和农耕世界的 这样一个 我们说混合的王权 所以它对于原来的 关中和河北的 这样一个核心区的 本身的感觉 其实也和原来的 五湖国家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我们也 南朝政权 在南朝留宋初年 之所以能够取得 这样一个疆域上的进展 形成这样一种 形式上的南北朝的对立 其实也要感谢 也要看到它的主要原因 在于 和联夏和 以及后来统一了 华北的北魏 它的我们说政治核心区 是放在戴北 这样一个浓木交接线上 这是非常不同的地缘结构 也是在这样一个 地缘结构之下 我们才能认识到 在当时 虽然在军事实力上 北魏毫无疑问 是强于南朝的 你看托巴涛 这个冲冠一怒 带着这个鲜卑的 托巴的骑兵 一直打到这个 长江边上了 一马刮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它就把长江以北的 这些地区都能占领 之后撤兵之后 还是要回到黄河以北去 然后当我们说 南朝政权以健康为中心 占据山中半岛的时候 它其实在整个四世纪的 整个五世纪的 这样一个国际影响力 是非常大的 今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当时的 东亚世界的这个形式图的话 就会知道 其实当时的 当时的朝鲜半岛的三国 高国立 新罗 百计 还有另外一些小国 都向健康朝贡 然后都向健康称臣 然后换取健康的政治支持 政治资源 文化资源 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就是前两年在韩国中青南道 出土百计五陵亡陵出土的风砖 零化文的风砖 这风砖上就写着 造此事建业人业 也都意味着 当时百计亡这个修亡陵 我们说这个不仅仅是 很多文化产品传过去了 甚至健康政权都要派工匠 过去给百计亡修亡陵 这个其实充分表达了 当时健康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我们说国际地位 甚至远在我们说这个海中的 当时的大和政权 也就是倭国 他们首都应该在当时的耐粮 大致在耐粮境内一带 然后也要你看隔着这么远 看起来好像跟健康 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但是当时大和国家 对朝鲜半岛南部 有相当程度的这样一个 我们说利益需求 所以他为了和高构力 和新罗百计竞争 也非常非常这个 我们说这个曲折的 这个先去百计 然后沿着朝鲜半岛的这个西海岸转一圈 然后转到山东半岛的这个南园 然后再沿着山东半岛海岸 然后一直到健康城来朝贡 这个过程是很曲折的 其实很麻烦 但是不远万里要跑过来朝贡 其实也充分说明健康政权 南朝政权在当时 东亚秩序中的地位 还是非常高的 那之所以高呢 我们说一个很大程度上 也是因为北朝对自己的定位 其实是放在一个 浓木交接线上的定位 和南朝的这种自我定位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才能理解 为什么后来孝文帝 一定要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去 如果不这样迁都的话 虽然迁都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洛阳已经荒废了两百年了 受到很多人的反对 但不如此 北魏就永远不能摆脱一个 定位在一个浓木交接线上的 一个国家的身份 而不能成为一个正统的 像他宣称的 成为西进的正统的继承者 所以这个和整体的 这样一个局势变动也是相关的 好 我就讲这么多吧 抱歉 好的 非常感谢徐老师的青彩演讲 今天徐老师带着我们 学习了五湖十六国的这一段历史 刚才提到这个三国制 三国演义 我记得三国演义第一句话叫 天下大事 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 实际上不管是少数民族也罢 我们中原王朝也罢 正是我们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 正是少数民族和中原民族的 这种融合 进步 互相借鉴学习 才推动了我们中华 五千年文明的发展 今天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精彩分享 我今天也特意找了一件 少数民族王的服装 也欢迎这个徐老师到同安 到我们这个同安城来 我们在线上再学习 学习聊一聊 今天呢我还要特别感谢啊 南京大学的同领教授 同安城开元的时候 他曾经给我送了一本书 叫大夏与北魏文化的史论 是他与一些日本学者 也给我送了一本 这个天资子李世民 让我这个 这个我是学会议专业的 让我这个梅万汉系统呢 学习了这段历史 昨天呢将我们今天的这个 学老师的这个直播预告 也发到了这个 危机南北朝史研究会的 这个中午史这个群里面 最后呢也这个祝愿大家啊 这个玉兔祥瑞 虚散意埋 身康健 慈目而而焉火年年 何家欢 也欢迎啊 我们高校的各位老师 我们各位历史文化的爱好者 能来同安城 来走一走 这样一遍 今天的这个悠悠统万峰 文化中国年的直播活动 就到此结束 我们明年再见 谢谢各位 好 刘老师再见啊 再见 好好好